立陶宛与台湾互设代表处遭到中共经济施压 一个货柜奶水遭中方海关拒收 台湾厂商相停买下 台湾与立陶宛双方政府协助 让货柜顺利运送抵台 去年台湾举办国际食品展 特别设立立陶宛专区 甘田科技也受邀参展 进口的这批奶水将调制成港式奶茶在台湾贩售 包装设计将结合立陶宛黄绿红国旗呈现 甘田负责人董先生是在台湾定居超过30年的香港人 谈到近年香港变化感触特别深 自从2021年11月 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后 立陶宛遭到中共处处刁难 传出欧洲国家的货物中 如果含有来自立陶宛的成分 使用了立陶宛生产的零件 中共海关就不会放行 去年12月有一批立陶宛深色蓝母酒 数量2万多瓶 遭中方拒收漂流海上 台湾台酒公司全面转购 台湾拿出多波具体行动支持立陶宛 美国欧盟北约也发生力挺 德国也计划派高层官员前往立陶宛 外媒发广评论分析 中共的粗大手腕 却有点掰不过立陶宛了 原因是站在这个小国身后的支持者 越来越多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真章元亭综合报导 美国欧盟北线 西纲 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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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线